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以国家别来看的话 世界银行将今年美国 欧元区 中国和日本的GDP都分别上调 世界银行也呼吁呢 包含美国在内的富裕国家应尽快向开发中国家释放多余的疫苗剂量 若能加速向开发中国家分发疫苗 那么明年全球的GDP的经济成长率渴望从目前预测的4.3%提高至5% 另外 莫根·史丹利也认为全球持续的复苏 乐观预期 经济成长率将于今年第三季回升到疫情前的水准 并预估由全球的资本支出的强力反弹带动 其中包含来自各国政府以及民间的企业 各国政府的部分预估会有强力的推动基础建设及数位化的建设而带来大量的支出 民间企业则以制造业为主 为因应各国贸易量持续的反弹 需提高生产效益 同步带动针对设备自动化 厂房升级等等的一个支出上升 近期呢 整个美股散户与专业投资人的调查也显示 专业经理人的一个乐观程度较5月初有所降温 而散户的态度也较5月初来的一些保守 但如果以绝对的水平而言 还是较年初的态度来的乐观 整体而言呢 近期调查显示美股投资人对风险气氛并未过分的一个乐观 而在筹码面也经历过5月中旬的一个清洗 所以短线的股市应该不致重现5月11号到12号那样的一个急杀 短时间内投资人的追价是不会太积极 那虽然目前筹码面来说是相对的沉淀 操作心态也不需要太悲观 不过整体的一个进出 仍然是以买黑不买红的策略为主 那再来的主题就是 在迎接整个通膨的环境之下 哪个题材值得琢磨呢 美国从在家工作一直到办公室工作的演变 是办公室不动产关注的一个焦点 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对办公空间的需求变化 近期部分雇主已经开始制定重返办公室的计划 例如像Apple 他宣布将加入采取混合工作的一个公司行列 预计9月份开始 员工将每周三天返回办公室办公 另外Apple全球的零售店也逐步的重开 全美270家店已经于3月份重新开启 其他市场的商店也预计在6月底将重新营业 对于稳健型的投资人而言 REITS也就是不动产投资信托的一个基金 它因为有较高的一个殖利率表现 相较于美国十年其在的一个殖利率 有着较高的一个利差异 而美国的疫苗注射率的一个加速呢 已经有超过五成的人口施打第一剂疫苗 另外总统拜登他提出的基础建设计划跟家庭计划 也让美国的这个REITS也就是不动产 投资信托各产业都同步的一个复苏 第一季的财报有八成都是优于预期的 创始上最佳的一个季度 另外所有的一个商业租赁契约都有防通膨的一个条款 整个租金会随着高通膨而增加 REITS它也具有抗通膨的优势 吸引了国际主动和被动的基金融入 细项分析来看 整个美国REITS的各产业呈现百花齐放 今年第一季的租金收取跟承租率状况都持续的改善 部分产业的租金也开始上调 多数公司也调高了今年的获利展望 而在工业类持续在景气高峰上 整个高阶物流中心需求也十分畅旺 今年第一季新契约的租金也持续提升10-15% 承租率也不断的提升 整个住宅的租金也开始触底反弹 承租率不断的提高 就是连过去几年很弱势的零售产业 也开始上修了它的获利 最后在固定收益的部分 目前联准会的利率目标还是在低点 并暗示一直到2023年之前 都不会有升息的一个举措 而高收益在过去受疫情冲击 导致违约率飙升 也渴望随经济复苏 企业获利好转的带动之下 使得违约率下滑 尽管最近市场担忧公债的殖率有弹生 不过公债殖率的弹生也表明了整个市场预期经济的一个强劲 目前不管是投资等级债或者是高收益债 他们的利息保障倍数 也就是被用来分析企业长期 常在能力的指标已经渐渐的落底回升 美国的短天期高收益债呢 在波动高的时候表现相对领先 波动也较低 而面对重大的利空的时候 也展现高度的韧性 特别是当风险趋壁升温时 美国短天期高收益债也较为抗跌 而最近两次的一个殖率谈生期间 美国的短天期高收益债 表现也特别的一个突出 以上是专家团队的一个分析报告 谢谢收听 我们下次见